大家好 欢迎收听这一集国家卫生研究院的podcast 我是主持人林玉轩医师 我们这一集会专门访问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吴秀英主任秘书 主秘好 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吴秀英主秘 吴秀英博士是学师历程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位学者 吴秀英博士他是毕业于台北医学大学牙医系 也是毕业于阳明大学的工卫所的硕士与博士 吴秀英主秘他也曾任台北市性病防治所的所长 然后也任职于行政院卫生署国民健康局的副局长 还有食药署的副署长 那现在是我们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主任秘书 我们都称他主秘这样子 那我想询问一下主秘 主秘是我们国医院的唯一的牙医师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 对 因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做牙科的工作了 所以不太关心到底谁是牙医师 谁不是牙医师 那身为一个牙医师 主秘当初是怎么样从牙医投入工卫这个领域的 其实大家一定会觉得说 我可能在学生时代的时候 工卫很有兴趣 其实错了 我记得我的工卫考得非常非常的烂 我完全对工卫一点都不了解 我是因为牙科以前有夜间门诊 我觉得有一点辛苦 其实现在想起来一点都不辛苦 然后有一天我就看到报纸有一个广告 就是卫生署在征流行病学训练班 那我就想一想说 这个好像不用值班 我就去报名 然后报名之后 他们很简单就是考英文 所以就上了 上了之后 真的是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然后我就去受训了 然后这样子就离开牙科了 对对对 那时候就任工职了吗 对 那任工职 大家一定会觉得说 政府是不是给我一个很好的缺 其实错了 他给了我一个是最低对积的公务人员的缺 那我根本搞不清楚那个缺是什么 然后我就很高兴的跑回去跟我的牙科 长官们说 卫生署给我这个缺 他们看了那个都说 这个你也去 所以 其实我是真的搞不清楚 我蛮好奇的就是说牙科和公共卫生的关系是什么 那时候做第一份工作是怎么样的公共卫生的任务 其实那时候是卫生署跟美国CDC做了一个合作计划 叫做流行病学训练班 那他就是专门训练医师或亚医师 有流病的概念 但是他的比较强调的是Field Epidemiology Field Epidemiology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现在有个食物中毒发生了 他会派你去现场去调查 到底是哪一个食物出问题 所以你一定要发挥流病的精神 问卷啊 什么什么 study design 他是这样的training 那我是从那样的training才觉得说 好像也蛮好玩的 而且那时候有很多 不是只有食物中毒 还有譬如西斯蛇 以前有西斯蛇的中毒等等 然后就觉得蛮好玩的 那当然那个时候给我们训练的时候 其实只是对流病 或者是公共卫生是皮毛 那我就觉得说不行 在这个公务体系里头 如果你想要利用你的牙医的知识来 那个一点用处都没有 所以我就后来就决定一边上班 然后一边去念公共卫生研究所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 你大概没有念 大概不行 那更辛酸的是 你知道要当公务人员 基本上都要有高考 那我们那个时候 一进去 也不知道高考有什么重要性 然后去到那里面才知道说 如果你没有考高考 你大概一生就是没希望 因为你大概就是生不了关 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去念高考 你知道念高考其实很辛苦 我还记得 我那时候是怀孕 然后我就去K书中心 每天下班就去K书中心 大概K了将近半年啦 不过前三个月没有很认真 后面三个月就很认真 但是仍然在上班 然后就把它考上了 这样子 不过以主命的学经历 对考试应该很赞 你错了 你错了 他考的是宪法 什么什么都要考啊 什么什么法律 实在是看不懂 不过我觉得 我们可能比较聪明啦 知道要怎么背重点 对 所以那时候都没有电脑 全部都是用手写 书 对 所以我有大概六本的笔记本 全部都是手稿 我的笔记本传给很多人 所以才保留到现在吗 不是 现在大概已经找不到了 但是我都有送给别人 再去念全部的精华 OK 怎么一开始从事公共卫生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比较重大的 几个公共卫生的议题是什么 然后哪些是你一开始就有接手在处理的 其实我们是一个团队出去 因为那已经将近三十几年前的事情 所以我比较记得就是那个罐头食品的butlerism 肉组感军 肉组感军的中毒 那那个调查其实不是我主导 但是我们都有去帮忙 还有过去西斯蛇的中毒 或者是一些祸乱的个案的发生 去做疫情调查 基本上是这样 其实我已经真的是忘了 不过你知道 当他把你丢到那个社区里头 去要去做调查的时候 有些专业的问题 事实上你早就准备好了 比如说问卷怎么设计 Static Design怎么设计 重要的是你要去协调 你要去协调 卫生局怎么愿意帮你 所以我还记得非常非常清楚 我那时候为了做调查 我都还会送礼物给卫生局的人 所以你就知道是我从以前 就还蛮重视怎么样去团队去运作 对对对 当然重点不在送你 重点是说你怎么跟人家他愿意帮你 他也愿意帮你 对对 因为真的一个人到那边去 你要去做问卷 要去发问卷 谁你你啊 对那个都是卫生局的公关卫生护士 他们愿意再这样帮你 我相信刚刚讲的送礼一定是很次要的 那觉得说最主要的 后来怎么让卫生局的人 他们也愿意配合呢 是用什么样的精神感动了他们 还是说让他们怎么也觉得 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品牌的建立 当你流行病学训练班的人出去 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就是譬如一个食物中毒 他们可能只知道说 多少人最后住院怎么样怎么样 你会给他找到是哪一个食物 引起的是厨师怎么样哼调 我们都还要追厨师怎么哼调 这样子 然后告诉厨师说 你是这个步骤错了 才会造成食物中毒 所以这样子的结果 其实对卫生局来讲 非常的有帮助 对对对 当时那时候你也有亲身看到 就是因为肉毒管菌食物中毒的人吗 我记得我们是团队出去 其实我已经真正是忘掉了 对但是那个主导者 是现在的疾管署的周志浩署长 当年他最轰动的 就是那个 就是做这些事情 对对对 就是做 我记得还是在彰化的样子 有点忘了 主命还有一个蛮特别的经验 是也当过那个性病防治所的所长 对 那时候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处理的公共议题是什么 好 性病防治所是我人生最爱最爱的一个工作 因为我们处理的是艾滋病患 那性病防治所是属于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那台湾在当年艾滋病患 大概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会在性房所接受治疗 所以我们手上有非常多的病人 然后跟他们的关系都非常好 那我就讲一个就好了 就是你们大家记得台北市政府 在陈水扁的时代不是有把他废舱 废工舱 废工舱 那我那时候我就想到废工舱之后 这些人会去哪里 基本上大概很多很多都会继续从事 就是性工作者 只是说已经变成政府没有办法去管了 如果是工舱的话 他们每三个月都要来做抽取检验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想办法去找一些经费 然后把他们列为志工 他们的志工其实是有薪水的 那他们来要干嘛 当然是要帮我们做艾滋病房子的宣导 那他的长处是什么 他可以帮我们接触到其他的性工作者 尤其是在万华地区 因为我们知道万华地区 大概当年工舱最多的就是在那个地方 那其实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他们真的非常的认真 我记得第一天他们来上班的时候 他们很早很早就到我们信房座门口报道 然后我们就发识别证给他们 其中有一位工舱就跟我讲说 我这一生没有拿过识别证 对 非常的感人 就是他们一样都是要到那个 万华地区的那些街头 然后跟过去可能有些是他们的伙伴 就是好朋友 然后宣导发保险号等等 我有一次我干脆就跟那个 你们知道万华地区不是有很多地区吗 对 或者是那些 我就跟地区合作 那个北战区其实有时候会煮面 或者就把整个场地 五千块就把它包下来了 包下来之后在那边就是 我们的工卫部是在那边 所有要吃免费的面的人 都必须要接受艾滋病防治的炫导 然后抽血等等 当然他们会来吗 不见得 不是用吃免费的面就可以 那一定要我们这些同伴 就是这些过去有经验的这些志工 帮我们去跟他们讲 所以我记得我们非常的轰动 一个早上面一下子就卖光了 对对 我觉得这真的是公共卫生最迷人的地方 就是说从很宏观的角度 然后看到整个社会的不同阶层 然后我觉得听主命这样分享的几个经验 我觉得说可能也是因为主命曾经从基层到高层 然后像你刚刚讲到的说对面店也好 或者是说对卫生局也好 我觉得主命也都是一个工卫人 很细腻的这个各个面向也都有照顾到 我另外一个比较好奇的是说 像当时可能主要的一个议题 像是这种艾滋病患 然后他跟您自己的那个牙医专业 有做过任何的结合吗 其实我很久很久就没有从事牙医了 所以其实我也不太会看病了 可是我觉得在性防守的时候 因为我有问过艾滋病患 我说你看牙医会去哪里 他们大部分都不会告诉医生 他是艾滋病患 是不是好像牙医师也会有点排斥这样子 对在那个早期30年前的时候 当然是排斥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他如果跟医师讲的话 而医师很多都拒绝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 那我干脆在性防守开一个牙科艾滋门诊 所以我就开了一个牙科艾滋门诊 那最困难的事情是谁要帮这些病人治疗牙齿 那平常性讲我自己真的是不太会了 因为很久没有看 所以我就记得我有一次就是去牙医师工会 我就跟牙医师工会讲说 你可不可以让我有一个演讲 我就是介绍艾滋病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 如果你们想要照顾艾滋病患 可是你们不知道怎么帮忙的话 你就留下来 结果我记得有三个牙医师留下来 这样算多吗 当然是不多 可是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因为实在是预期 超过你的预期 对 那当然有一个医师 我觉得我应该把他的名字讲出来 他叫李传堂医师 我永远都会谢谢这位牙医师 他是一个开业医 他其实当年他对艾滋病 他也是很害怕 他不知道怎么治疗 可是我就跟他讲说 没有问题 有关precussion 或者是怎么防治的部分 我们会教你 那他就愿意 当然也是经过一些训练 然后他就是 有时候把门诊休息 就固定来这边看 那他当然看的就是 比较就是治疗牙齿 怎么样 那我就跟他分工 所有洗牙就是我包 洗牙我还会 还好 然后他也真的很好 我记得他那时候 因为有一次 我帮他做了一个记者会 他就变得有名了 然后他就回去 诊所的病人 就会跟他说 有些病人就会 不愿意再给他看 那有些病人 就说愿意继续给他看 那我是觉得 那个牙医师就非常的 那是台湾早期愿意看牙科的 那当然现在已经好 非常多了 因为后来 区域医院就规定 他们的医师 不可以拒绝艾滋病患等等 是 竹命好像是认了公职 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再回到学校 扬明大学 念工卫所的硕士和博士吗 对 因为那时候是在训练期间 那训练 其实他们就很鼓励 我们去念书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 就先念硕士 那时候为什么觉得说 回到学校再从事业 就念书是重要 一边念书一边上班 一边念书一边上班 那时候怎么觉得说 可能像念到博士 毕竟这个也是一个漫漫长路 那觉得说研究的工作 对于工部门里面的 公共卫生的实务上面的重要性是什么 其实理论上来讲 在公务界 其实你没有办法自己做研究 是的 大概都要委完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公开招标 找学生帮忙 但是你还是要懂 你不懂的话 你没有办法跟他谈说你要什么东西 是的 或者是说他的study design 有没有错误 其实坦白说 我也有很多这样的经验 对 对 那是无可厚非 那其实真的公务人员 说实在的 你有硕士博士 对你升官什么影响是不大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说 还是要有办法跟人家对谈 你才知道你的委外的计划 是不是值得 他说不可行 是不是真的不可行 对 那当然念完硕士之后 因为杨明那时候还没有博士班 所以我们就休息 杨明成立了一个博士班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第一个冲进去 所以我只要第二年冲进去就冲不进去 为什么 因为就考不上 所以还好啦 第一年就给他考进去了 所以当年工部门很多人像您这样子会继续想要念硕博士吗 因为你提到说好像跟升迁啊什么也不一定有关 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其实不重要 也念的人不多 其实能够念博士已经很了不起了 对但是现在的年头的话大概公务人员都知道念硕士博士的重要 虽然跟升迁无关 但是他们也会希望improve他自己的knowledge 尤其是在他在做决策的过程当中 竹蜜刚刚是提到就是说完全就是一个初心 觉得很多工部门的事情像很多的研究设计 study design 很多其实都需要有一些研究很基本的这些事业 所以就完全是因为这样的初心就继续去念硕士还有接下来的博士吗 应该是这样说了 我们办公室当年因为我们主要还是流行病训练班的人 他们也鼓励我们 所以他们给我们很大的空间 所以才会去念硕士 那博士的时候其实事实上自己工作量已经很大了 对可是反正念了嘛 不过老师跟你说我也念了九年 所谓的九年就是说中间要休学 听到最后一年来不及了 非毕业不可了才把他弄毕业的 刚刚说说除了因为像周毕色老师 那时候阳明是第一届开放公共卫生的博士 当时有没有在工部门是遇到什么研究上面的问题 自己也觉得很难解决 然后在念博士班硕士班的期间 刚好会觉得感受到那个研究的力量 帮你解决了什么问题 其实基本上也还没有很大的事情啦 我觉得我当时念博士 唯一我想要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离开学校很久 其实没有机会继续去念书 你说拿paper出来 我看是很难的 对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 我希望我有一个环境 这个环境是可以让我继续去念书 跟学校的老师有沟通 那沟通的目的就是说 我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老师请教 这个是我当时念博士班 我希望我不要离开学校 有一个学校的backup 让我做的事情更能够scientific做一些决定 当时有没有也促成了很多学术界 和工部门之间的一些交流 其实在那个早期说是在政府机关 是没有前去委坏的 对那是到后来 最近大概20年吧 那个当年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委坏的东西 所以如果工部门想要做研究 就都自己做了 大部分都是自己 那其实也很少有研究的idea 他就是忙公共卫生 把那些行政的事情 譬如说今天要做子公共进抹片 你就去摆摊 就去摄摊 那个大概还不需要研究 可是当你把data收进来的时候 怎么分析资料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就是摆在那个地方 没办法继续使用 然后就是学校老师如果有兴趣 就是来跟你说 你有一个data bank 那不然我帮你分析 大概都是这种状况 了解了解 刚竹蜜讲的好像比较是有一些 跟公共卫生 特别是跟健康议题有关的 像竹蜜也在以前的国建署 国建局还有食药署 都担任过副署长和副局长这样子 那在我自己的认识里面 像国建署 他们可能很多次属于叫做健康促进 然后食药署里面可能很多是跟 比较急切的像药物的政策等等有关 而且听起来可能也会有一些比较急切的 需要很严谨的一些研究 您在这两个部门里面 有没有也感受到说 对于研究的这一块 那在食药署 还有在国建署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国建署那就是真的跟研究很有关系 因为我们有一个组是专门负责一些大型的调查 譬如说国民健康访问调查 或者是那些什么老人调查 他都有一些cohort在 那都要继续follow up 那其实大概每四年就要做一次 所以我们就会跟他们讨论说 study design怎么做 怎么抽样 然后怎么问卷调查 回来怎么分析 当然现在这部分很多都是国院在帮忙 当年其实我都记得很清楚 我们都还要跟梁院长 那时候是副院长 我们是梁根院 对对对 然后我在我们台中 他在竹南 我们大家团队用视讯开会讨论 那个接下来要做什么 就是大概都是属于调查的部分 就国民健康署他在研究的部分会比较那个 那到了食药署之后 他真的是管产品 管要不要发license 所以他比较偏向是管理的部分 就是但是他还是有一些study 就是说譬如说 我所谓的study是为了工作上的study 譬如说你怎么知道这个药是不是伪药 那伪药当然是说查出来它是伪药 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monitor的机制 我们如果看健保署的申报量 跟厂商卖出去的量 如果厂商卖很少出去 然后健保的申报量很大 那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有人用假的药去报健保 对不对 就代表一定有假的药在这个市面上流传 那这个假药可能做的 你根本不知道连健保都可以报 可以透露一下说当时觉得最多的这种伪药假药是什么 其实台湾很久很久以来 药的品质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已经非常久都没有假药事件 但是在2017年 台湾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假药事件 就是降血脂的一个药物 其实在当年这个都不是秘密了 可是现在讲起来好像对该公司也不太好意思 好好的了解 对对对 但是那个药是台湾的健保药 就是降血脂药里面健保 卖的最好的药 那它也是从国外进口的 那但是台湾就是有一个假药的公司 就是自己 对对对对 都有工厂 然后他就去就是伪造 那因为他们的防卫标准做的很不好 所以他伪造的很成功 然后后来是在传出来 然后也送回去原厂去验证 真的是假药 但是你们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假药可能吃了会死啊会怎么样 这个假药的他还有一点良心 他只是组成分不同 就是说譬如这家公司是用这个组成分 他用了也是降血脂的药的其他的组成分 但是也有功效 也不会吃了会怎么样 所以就是那个 品质比较不好 对对对对 出自烦照这样 当然还是伪要啦 这些人都被判刑了 不过讲那个故事的话 那就真的是尽采万分 因为我们跟检调合作 然后那个尾药的那个人被抓了嘛 他就说我们第二天早上七点钟 我们要去搬工厂里面的机器 要灭证 而检调单位就带着我的同仁 三点钟就去埋伏 真的把他给抓到了 就是说怎么讲 他也是有他的 每一个工作都可以让你成长学习 学习非常多 楚明刚刚提到就说 当时可以查到这个尾药 是因为有一个怎么样的系统 所以查到 当时是有药师觉得这个药怪怪的 卖的特别便宜 然后所以那个药师就去叫这个公司 去把他送去检验 然后这是他最原始发现 但是为什么我刚刚说会有那样子的系统 就是我们就觉得说 我总部人每一次都是有人告诉我们说 可能有尾药 你才去查 你总要有一个monitor的system 那我们那时候就发觉说 当时那个药真的是这样子 健保的申报量高于原厂卖出来的 就是假设说原厂今年 一整年他卖一千万颗 那个数字都假的 一千万颗 可是健保的申报量是一千五百万颗 那你觉得那五百万从哪里来的 因为这个药只有那一家 是 对 所以他的卖量是最正确的 可是健保申报量竟然是一千五百万 一千五百万 那五百万从哪里来 那就是一定有某人在制造 而且他一定是制造的很像 对不对 像到那个意思开药都不知道开到 要假的 然后就健保申报 健保当然不会查啦 对 就是有一个monitor 那后来食药署就把这个monitor 就列为他们很重要的一些的药物的monitor 当初的monitor就是食药署自己做的嘛 对 就是你要想尽办法说 不能未来又继续发生 每次都靠人家检举嘛 所以就是想到说 那这样子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跟健保署协调 我记得他们就选了一些 譬如说使用用大的啦 或者是怎样一些quiteria先做 那样子 刚竹铭有提到说你在国健局的时候啊 那时候就有研究案会跟国务院合作 也可以讲一下说 竹铭当时是第一次听到国务院是什么时候 其实听到国务院更早 我想我们已经成立将近二十几年了 对 只是说国务院早年给我们 我在公布我们的时候 给我感觉是好像没有关系 对 就是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第二个印象 其实这有点破坏国务 第二个印象就是说 好像如果你想要为他做一些study 那我们的同仁就会说 那你要自己有没有钱 要先准备好 就是为外的经费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会有一句话说 不要了啦 自己没钱就不要想了 对 可是近几年来 其实做了非常大的改变 然后当然我觉得两个院长也是 他就是告诉我们说 不要先跟人家谈钱 如果卫福部有需要 就先跟人家谈怎么做 我们的study design 我们是打算怎么做 那你可不可以接受 如果大家觉得是OK 就先做 先做前面其实只是 有些时候只是在prepare 当你真的需要经费的时候 因为你们前面都有一些 prepare当中都有共识 我觉得公务机关的人 也会想办法去把经费找出来 是的 所以我常常觉得这样子才是对的 就是你可以先跟人家谈吧 谈说如果要做一个study 要怎么 我至少可以帮你pare review好不好 对不对 pare review说 你这个应该怎么做 这个对国医院的老师 很多都是家常编班 对啊 家常编班 可是你要知道 公务员要去pare review 怎么可能的事呢 他哪有那个时间嘛 对 所以我是觉得 应该都是从大家双方 先谈建立互信 非常重要 那建立互信之后 你想想看 你花那么多时间 花那么多 你都快要做不下去了 政府机关会不理你吗 不会啦 他也是会想办法 在他的经费里头去挤 或者去申请 所以我觉得 现在国务院 其实卫福部的印象 应该是非常多 所以也越来越多的计划 是他们需要我们帮忙做的 对 我记得这一次 COVID的时候 不是有讲说 那个 你说 昆宁 对 当时不是国外盛传说 昆宁有效 有效 然后台湾国务院 两院长就请我们 TECOC TECOC就是我们那个 癌症的那个 对 他是就临床试验的 合作联盟嘛 就请他们的医院 开始做 短短时间内就做完了 那前几天 布里桃园医院 来拜访本院 他们就跟我们说 这是他们亲自讲的 他跟我说 我见到了国务院的实力 他的实力是什么 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可以把他们的护士教会 怎么做临床试验 怎么收资料 然后他说 那个都是非常专业的 其实对我们来讲 真的是小事 那个TECOC 每一个人都是 临床试验的专业的 然后那个 布里桃园院的院长 就跟我说 我们在那一次 看到国务院的专业 所以他就继续 找我们要谈合作 确实我们国务院 就是专职在做研究 而且特别是 医药卫生相关的研究 也好奇 想要问一下主秘 就是说 之前您也在 阳明大学求学 一定也看过很多 您的老师啊 就是台湾公共卫生的 这些前辈都在 学校里面任教 以你看到的 像在学校任教的 公共卫生的老师 和国务院的研究人员 他们的差别在哪里 因为我们一般的人 可能都有念过书嘛 然后在学校里面 比较认识老师 但是一般人 可能很少机会 到我们这样的研究机构 您觉得 就是说 学校里面的老师 和国务院里面的老师 其实就是研究人员 有什么样的差别 我想基本上 研究的这些能力 这个都没有话说 因为我们国务院 也是一个非常专门的 研究单位 所以我觉得 所谓的研究的 比例里 这个都无话可说 那学校的研究 可能会比较偏向 老师自己的兴趣 或专业 那国务院的研究 会比较有一些 是所谓的任务导向 我常常在想 什么叫任务导向 任务导向是什么 我觉得任务导向 就是当国家政府 我们讲一下 就是为不不好的 因为我们总是 为不不下面的 财产法人 当他有需要的时候 他跟你讲说 我需要做这个study 我们来帮他做 这个其实就是 符合任务导向 那他要做的 一定是对他 policy有用的 policy没用的 其实他也 不会想要做 所以这个时候 就扣合任务导向 你会觉得说 我做出来的 就是他未来 要做decision的 一个basic 这个任务都是 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任务导向就是这样 当然我们可以扩大到 科技部 扩大到其他的单位 但是我觉得任务导向 就是说 当政府有需要 你是一个资库的时候 你就要做 那当然我们也有很多 是basic research 或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 都是可以并行的 你没有很好的 basic research的话 你其实也很难有一个 很好的任务导向的study 出来吧 像主命刚刚讲到的任务 像我们国家一定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像最近的covid-19的那个疫情 我也觉得好像是疫情的这一段期间 我们国务院的非常多强大的功能 在媒体上面 或者对一般民众也比较逐渐认识和知道国务院 也比较好奇当初 主命是因为怎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 又从公务院到了国务院 这个讲起来又是一个蛮好玩的事情 其实我一生都在当公务人员 我觉得我以身为公务人员为荣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你可以做很多很重要的 不能说你是决定者 但是你至少可以persuade你的老板 说这个做对的 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都是非常有趣 虽然非常的忙 应该是这样说 有一天杨根艺院长 他还在阳明大学校长的时候 他打电话来 结果后来他就跟我说 你要不要来 其实我那时候第一个想法是说 其实我年纪也不小 这么老了 还有人说我要offer给你一个工作的机会 我觉得我应该要抓住 虽然他离开公务界 那我也觉得说 没关系我就去试试看 不是公务人员的日子是什么日子 那我当然有人open一个机会给你 是不是应该要把握住 去尝试一下不一样的工作 对我那时候想法就是 这是我最后一次的机会 我想65岁就没人要理我了 对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机会就过来了 主密在国务院也三年左右的时间 这三年来国务院觉得您看到三年来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或者三年有什么的进展 应该这样说啦 我如果说他很好很好 那大家就会说你吹牛啊 对因为你自己在这里面嘛 我觉得在公务界跟在国务院 因为我毕竟是主任秘书比较偏向行政 我觉得其实所发生的事情都差不多 就是我所谓的差不多是指你在行政上面碰到的事情 其实是差不多的 问题不一样解决方法都一样 就是你可能要去协调啦 要去沟通把问题去厘清啦 这个东西 我是指纯粹主任秘书的工作 那如果是在做研究方面 那确实就是 以前不用做研究 现在做研究嘛 这也是一个压力啦 不过还好啦 应该这样说 很多朋友帮我 包括林医师你本人也在帮我 我们大家就共同讨论 就是大家一起讨论 我也觉得很好啦 对对对 祖密也是我们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 可以请祖密也介绍一下说 你现在大概有哪些研究正在执行中吗 好 我做了一个study是用大数据的分析 我分析说 怀孕的妇女有吸毒的话 她对小孩的健康有什么影响 应该是这样说 其实这个问题说实在不用研究 很多国际上的人都知道 妈妈有吸毒跟妈妈没有吸毒 小孩子健康一定不一样 那我专门的是在小孩子的体重 我们大家也都知道 吸毒的妈妈生下来的小孩 体重一定会低 这个不用研究 那我做的是什么 就是到底你在怀孕期间吸毒 或者是怀孕前一年 或者前两年还有吸毒 对小孩子的健康有没有影响 我讲一下 就是假设我怀孕的两年前有吸毒 可是我后来戒毒了 我在怀孕的前一年 或怀孕期间戒毒 你觉得对小孩的体重有没有影响 会有影响 但是那个差异到底是多少 对 要仔细的去量化 我就是在量化这个 到底差异是多大 所以我的结论是说 其实你要戒毒就要早 不是到了怀孕期间 说开始不吸毒了 来不及了 如果前两年的话 当然体重的影响是小一点点 但是都是统计上的significant 对 然后前一年也有 体重也会减少 它的影响又大于怀孕期间 因为怀孕期间绝对影响最大 因为你是直接怀孕期间还在吸毒 当然对小孩的体重影响最大 但是我证明的是 你这两段都不吸毒 你到前一年吸毒 纵使我后来乖乖的不再吸毒了 还是有影响 OK 那其实换另外的面向就是 当然是越早戒会越好 对对对 那就是说你到底要早几年戒吧 那我们得出来的答案就是早两年就要戒了 OK 对对 那现在正在努力投稿中 这个我觉得也是 不只是结合 准备过去的一些像食药署 公部门 公共卫生等等的经验 我觉得要结合非常非常多的经验 才有办法做出这种事业的研究 我觉得这个研究也非常有趣 然后我觉得这个研究也 好像也可以当做像是我们国家卫生研究院 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研究单位 在做研究的那个视角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说 因为主秘有担任过非常多公部门的长官的职位 在国会院里面的主任秘书 主秘这个职位 是什么可以简单告诉我们吗 主秘的工作我的定义 只有两个字就是打杂 什么叫打杂 打杂就是所有大小事 解决不了的 统统你都要负责去处理 小的事情就是 譬如吵架啦 然后说这个怎么样 你都要出来帮忙 那当然大的事情 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劳资争议 同仁可能会去说 那个PI对我不好啊 要去告 你这些事情都要处理啦 所以刚之前就有讲 其实在行政上面 是差不多的 我所谓差不多就是疑难杂症很多 那疑难杂症 我觉得就是去分析问题在哪里 出在哪里 慢慢的沟通 就是大小事在要管就对了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我比较强调 是国会院的 怎么样让人家认识国会员 要怎么样去行销国会员 所以我觉得这是还蛮重要的事情 其实我们的这一系列的podcast的计划 也就是祖密所主持的一个科普计划中的其中一环 那想要也请教一下祖密 就是说对于我们国会员 为什么会也需要做科普这件事情 这个也好像是打杂的一环 是是是 其实我觉得国会员不管怎么样 你都应该将你的研究成果 让社会大众知道 知道不是去讲你的学术 是要讲它的影响 你要讲到怎么样让人家知道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就非常重视新闻稿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分两个层次 一个就是让民众了解 我们的研究成果 我们对社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另外一个 当然同时也是希望民众更认识国会员 我记得有一个同仁他跟我说 他那时候来国会员工作的时候 他跟他的同学讲说他来国会员工作 他的同学问他说国会员是什么 那同学还是这个领域的人 那现在我想你再跟人家讲国会员的话 我相信应该知名度高很多了 我觉得刚开始我就比较强调媒体的行销 就是新闻稿 所以其实我刚来国会员 我要推这个行销的时候 碰到非常大的阻力 真的吗 我已经在主管会议大概讲了两次到三次 没有人愿意 然后有PI跟我说 我们国会员不需要行销啊 我们就做我们的研究就好了 然后反正就是退了两次 最后一次的时候我就心里在想说 好如果你们真的不愿意我就算了 我没有必要做到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非常的好 就是应该这样说啦 当有PI愿意上媒体 是 会影响 你知道以前我们是求我们的PI说 拜托拜托 你给一篇好不好 你愿不愿意 现在PI我们已经排到明年了 PI就是指我们的研究社 研究社 就是那些研究员 副研究员 我们已经是排到明年的 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会说 主密可不可以帮忙排一下下 对 就是说在这个新闻媒体的部分 还要特别关说一下 排到比较前面 就是可以 对我来讲 我觉得一点都不是问题了 那当然我们就想到说 我们开始要对国小 国中 高中的学生付出 所以才会有这个科普的计划 那科普计划 其实也不是我创作来的 本来国务院就有在做 只是可能就是一两位研究者 有兴趣做小规模的 那后来我就在想说 其实我们做的还蛮好的 我们常常也很欢迎 那些国小来参观 可是我们参观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是参观我们的生态 对不对 然后我们有什么生态园区 有什么很漂亮的 我会想一想说 不行啦 这个可以 这可能是课程的一部分 还是有一些专业嘛 那当然不可否认 也有一两位去教什么登革热房子 可是我觉得要教的有趣 你知道我们今年的科普活动会有22个摊位 对我知道 然后你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以后就会做一张list 就我们可以这样 然后学生 学校如果要来参访的话 你就勾 你喜欢听什么 你如果喜欢听心脏血管疾病怎么防治 或是你喜欢听蚊子怎么防治 我们就把那个摊位搬出来 那当然有人要 总是要识识心的介绍 接下来要玩游戏嘛 认识 因为小孩子还是要用小孩子的方法 那这个是我推科普的目的啦 我是先用科普活动带出来 然后把这些东西累积出来 将来任何的学校要来 或者是怎么样都没有问题 对我们来讲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对 我也帮主命做另外一个补充 就是想要了解国会员 还可以继续订阅我们的podcast的频道 每一集都听的话 你就可以慢慢了解国会员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创新的做法 刚刚主命有提到就是说学术界啊 或者是说像在国会员一开始可能有的老师 他觉得说为什么要做科普 那我觉得这不只是主命的一个远见 就我的观察 我自己觉得非常感动的是医学最好的一本期刊 叫新英格兰医学期刊 简称NEJM 那NEJM的前任主编 他就曾经录了一个影片 这则影片他就说他的一个目标是希望未来不管是在哪一个角落 做公共卫生的做医学的 只要想到医药卫生 当他打开电脑 当他划开手机的时候 就有各式各样的平台频道 可以接触到NEJM这本已经是全世界200年来最好的期刊 所以NEJM他们做的频道他们有做IG就是Instagram 他们有很多特制的这种图片 然后他们每一期的期刊 他们都会精选一则最好的研究 然后拍一个两分钟的短片放在YouTube上面 然后他们每一个礼拜都会出一个半小时的Podcast 然后当然他们的网站也经过大幅的改版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做到科学普及 即使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学术单位 也都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JM这个的远见 其实他世界级最好的期刊 其实做的事情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对啦 做事情就是这样 要有点创意嘛 对 那我觉得其实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业 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就像你嘛 你也会跑来跟我说 我想做Podcast 可是我经费不够 那没关系 我们至少有申请计划 那我觉得要从不同的角度切入 各有不同的客群 那重要的就是要让这些知识能够让民众能够了解 然后顺便也要行销国务员 对不对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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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自己听Podcast的一个经验是 我觉得学术界里面的Podcast 比较多的都还是国外 那坦白说 我大概在五六年前那时候 我每天上下班都可能要开车一小时的时候 从那个时候开始听Podcast 听久了之后 我其实期刊几乎都是用听的 而不是用看的 但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一点是说 它大部分都是英文的 都是就是国际期刊 那中文的Podcast 其实我从2020年甚至2019年的下半年开始 其实也很多人投入Podcast 那其实Podcast在科学界 学术界的中文圈里面 还是比较少的一块 那我们国务院也会推出一系列的老师 讲自己的研究的经验 或者是说讲自己以前的学师历程 这样的Podcast 让大家来了解说 学术界在做什么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 以后大家可能第一个从Podcast里面 认识的学术机构 说不定就是我们国家卫生研究院 太棒了 我也希望能够这样子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的吴秀英博士 吴秀英主密 参与我们今天的访谈 那主密有没有什么 其他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 我觉得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有兴趣就来了解国务院 国务院有非常好的研究人员 我们的研究人员 也都是任务导向的研究人员 我觉得我们会尽我们该尽的责任 我们会对社会 会对国家做出一番的贡献 我想就算是因为时间空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亲身来到国务院 也都可以订阅我们的Podcast频道 对 那谢谢大家 那我们也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拜拜 拜拜 谢谢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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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